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安卓制定空间的视频教程 我是Midu主将老师Tobi 我们上集课做了一个案例 安卓的一个折线图 我们使用的是第三种计程跟View的方式 我们计程跟View实现它的安卓函数 然后用安卓函数提供给我们的Canvas这样一个东西 用它的一个Canvas做Line的方法来画我们这样一个折线图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一个案例 滚动界面顶部条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经常用手机客户的同学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空间里面有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滑动我们的空间的时候 它这个顶部条 大家看这里 顶部条的颜色是在随着改变 看没有 其实效果现在用的也挺多 我们今天就来做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这个效果是怎么做的 其实说白了两个步骤 你首先拿到这个滚动的实践 知道它的滚动 其次设置背景 设置这个顶部条的背景颜色 但是滚动多少设置多少 这个就要根据这个高度的变化来设置 所以说中间插了一步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高度的变化 总之起来就是三步 你要拿到滚动实践 知道高度的变化 然后根据高度的变化来设置背景 就三步 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通常来说我们这一个顶部条 我们整个项目里面都会制定一个这样一个顶部条的这样一个空间 这个应该是非常常见 然后下面这个是一个什么空间呢 我们看一下 其实你看下面这一条一条的 就是一个 其实就是个list view 对吧 在下面一条一条list view 然后就上面顶了一个东西一直跟在这儿的 然后而且是随着这个list view在滚动的 这个很明显的可以做成list view的一个head 所以说这下面其实就是一个list view 我们简单来看 它就是一个list view 我们今天那就使用 几种方式来实现呢 第五种 既存已有空间 和已有空间很相似 多出部分功能 直接继承已有空间 然后改变它的一些属性 然后实现它一些方法 这个就是一个list view 然后我们首先去拿到它的滚动世界 然后拿到高度的变化 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顶部条传进来 设置它的背景颜色 基本上就三步 不要打清楚没有 现在我们 我每次在写东西之前都会 都会先分析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是 该怎么做 流程是怎么样 然后分析清楚了之后 你心里有一个大致的流程之后 后面做就非常简单了 就跟着你的思维来 后面只是把它实现而已 我们来自定一个view 我们先把我们的数就写在这里 这个叫做 滚动静面顶部条 我们第一步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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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 List view 滚动 世界 二 拿到 高度变化 三步 根据高度变化 设置 顶部 调 背景 其实就是三步 非常简单 我们把这个东西拆开了之后 它就很容易理解了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实现这个东西 这是我刚建的一个空项目 然后我们现在在里面创建了这样一个view 我们继承List view 然后需要添加一下它的个的函数 然后我们现在去写它的这样一个 滚动世界 set on scroll listener 这边的 我们就能拿到滚动 一旦滚动这里就会被调用 再次我们需要拿到高度的变化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空间 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head的 对吧 this is the head 这个是在我们制定空间之内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给它添加一个head 我们先创建一个布局 叫做head 这个head里面的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定义了 我就随便写一个 试移一下 高度就是我们设个100的高度 添加个text view 我试 我试 hit 随便截取一个色 15 12 47 15 12 47 好的 这是我们的head 这个东西 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个函数出来 到时候大家可以自定义 可以根据项目的内容的情况 往里边加东西 我先把head找到 然后把它加进来 and hit the view 我们要提供一个函数出来 因为通常来说这个自己里边的这个head它的内容不一定就会一成不变 可能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改变 当然因为我们这个是list view 当然可以直接用list view来添加也是一样的效果 那先不写吧 这个提出来 我们第二步是要拿到高度的变化 拿到高度的变化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效果图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滚动的时候哪些地方做了变化 其实挺多的 这个list view它这个上下的上下就是高度嘛 对吧 我们以这一条可以高度的变化 这一条但是它中间是不好判断 也可以以这个head view的底部 head view的顶部 来做高度的判断 来做高度的判断 我们最好还是用 这一个head view list view的head 它的顶部高度的变化来判断 顶部 这个顶部应该是抵到最上面的 最开始应该是在0这个位置 然后随着我们的滚动 它往上升了 上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按照我们的按照桌标系 它往上的话应该就是会变成负 负数 比如说我们这里设置了 设置了100 100dp dp可能需要换算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里面具体的使用的px 当然大家这个可以自己添一个转换的函数 假设我们设置100px 给大家演示一下转式 然后大家看最开始它是在0的位置 向上一点 然后就变成负 负1负2负3负4 一直到看不见的时候就是负100 刚好它最下面看不见的话就是负100 有时候它这个顶部 以这个顶部作为标准的话 第二步是拿到高度的变化 好我们拿这个heat的高度 you hit get top 因为它这个是 其实我们可以跑一下看一下 但是我这好像运行不起来 这就是我刚才说那个高度的变化 它是从0开始变到负100 对吧 我们刚才看效果图 高度的变化拿到了 引到负100 第三步 根据高度的变化设置顶部条的背景 设置顶部条的背景 现在我们就需要一个顶部条了 我们然后把顶部条传进来 我们先把函数写进来 开始 结果 颜色摄置顶部条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 我们去设置它的背景 我们先get background 设置它的背景的透明度的变化吧 透明度的变化我们再看一下 它是怎么变的呢 它最开始就是全透明 全透明 然后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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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变成不透明对吧 有时候是从全透明变成不透明 全透明到不透明 然后0到2为5 我们知道是0到0 0就是全透明 25透明 Manzo里面是这样设定的 0是全透明 25是不透明 然后我们要根据这个高度的变化来设置这个背景 我们要让它从全透明变成不透明 有时候从0变到25 然后根据这个headtorp的变化 这些torp我们先把它做成一个 做成一个战术 那么应该就是headtorp 乘以 因为总共是25 除以100 大概就是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我们要变的是0到25 但是我们总共高度只有100 所以说我们要随着这个变化的话 我们就要给它乘以这个倍数 25除以100的这个倍数 它的话 你每变一下的话 其实就变了25除以100这么多倍 也就是说最后你 比如说你变到255的时候 就是2.5倍 2.55倍 你现在变到100了对吧 然后乘以2.55 你就是255 你就可以到这个不透明的这个位置 现在我们来 看一下效果 我们要把这个headview 先写个headview 我们直接写一个 写一个简单的示意吧 这是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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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添加一个testview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指定空间给添加进来 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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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一个ID SH V 那我们把空间找出来 给大家 我們要給tubebar 我們剛好改變的只是tubebar的一個透明度 tubebar是需要一個顏色 最重要的顏色其實就這個1818325 1818325 然後list mode的話我們還是需要給它添加一點東西 否則的話就看不出來效果 set adapt 給它添加一點東西吧 bass adapt 添加了100 創建個textview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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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子的话应该是OK 需要这里做一个判断 View Heat 12.8 空间空的时候我们采取 也就是说你可能没有设这个托法 这个东西依然可以当做普通表的设计来使用 东西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下节课来给大家演示 然后做一些调整 谢谢大家收看,再见